继续是来主水上显的消息 华山基金会为了交部到载服务车 扩大博物特级的店呗 今天最后跟华总品公司合作 由华总品公司关键40万 加上提供20万的商品来预备 并且邀请到七位的老阿嬷来做工业的代言人 老阿嬷南德卫中点演技 也穿着旗袍来跳争点的老歌 现定的气氛非常标志 七位高龄的老阿嬷请到旗袍朋友专人来为中点演技 姓中打扮适合请到七三路 就出场仅受到人的欢迎 随着老歌客北部丹来跳到舞蹈 要来为华山基金会公益活动来代言 我不要跟他说话 不要跟他说话 那他们就是看到华山基金会服务弱势长辈的过程 那今年呢就是捐出了一批商品 然后就是让我们做义卖 那所得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购买爱心道宅车 那今天呢也邀请了我们服务的六位阿嬷 然后还有王妈妈一起来扮成七仙女 然后就是用服他们的面膜 然后用他们的彩妆 然后让阿嬷幻然一新变成一个贵妇 华山基金会上网为了协作这乡乡 来接不到铁博物车 是含在地卫中聘工师来合作 由卫中聘工师关注40万块 加上提供20万块的产品来议买 买来鼓励民众再会来关华的独机中备 这一次呢我们是庆生堂 6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这个60年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不希望呢只是一般的就是这样喜庆的宴会的方式 然后就带过去 我们希望呢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到载服务车来送给华山精进会 让他们能够为这些社区的在地的老人们 能够服务的更多更广更深远 华山創世基金会并持住在地热化的理念 已经在家里观市 设立到19个爱心天思沉 提供关怀探访北斗旧一顶交替博物 离这次所目的的交替博物车 将来博物最上乡的独机中备 希望建立社区可以合作组组的模式 声音新闻大家看最上乡彩虹报道